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是把可颂团成一个圈 外面是一层柠檬糖霜 表面装饰还撒了一圈柠檬酱 撕开以后里面是可颂那种层层叠叠的质感 总体来说就是结合了二者的优点 比甜甜圈更酥脆 比可颂更甜蜜 柠檬王奶油甜甜圈 3.79美元 不愧是叫柠檬王 这块甜甜圈的柠檬味道很重 面包很蓬松 口感偏湿润 里面也是满满的柠檬奶油的馅料 有淡淡的酸甜 更多是柠檬的清香 配合这个颜色和造型 吃起来给人一种很春天 很充满活力的感觉 不足之处就是外面这层糖霜比较厚 室温下放一会儿就会融化 吃完以后呢 都手都是黏糊糊的 小伙伴们买回来 如果不立刻吃的话 最好先放到冰箱里去保存 红豆糯米甜甜圈 1.99美元 这个小哥觉得应该叫甜甜球 似乎更准确 外形酷厚质朴 沾了一层肉桂和砂糖 里面裹满了红豆馅 有点像小时候吃过的油炸糕 可能是因为用糯米制成的缘故 它比一般的甜甜圈更软更糯 口感更有嚼劲 红薯面包 1.99美元 简简单单的红薯面包 从里到外都是朴实无华 没有绚丽的装饰和颜色 只是点缀了几颗黑芝麻 但是面包很柔软 馅料香浓 甜度刚刚好 告诉你不要忽略那些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人 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花生菠萝包 1.99美元 一开始看到菠萝包 小哥觉得十分亲切 于是立刻就买了 可是吃完了以后呢 觉得这是今天吃到最令人失望的包了 面包本身非常干 顶部的糖层也不很酥脆 甚至不如普通面包店里做的港式菠萝包 梅子水果塔 6.49美元 这款梅子塔看起来颜值超高 非常适合拍照发朋友圈 不过吃起来嘛 就感觉它这个底部分过于结实了 用叉子都很难戳开 还是拿在手里直接咬着吃比较方便 上面的草莓和蓝莓都非常新鲜 分量也很足 小哥沉思了一下 莫非这一定要这么厚和这么硬的底 才能hold得住这么多的料吗 彩虹蛋糕 5.99美元 彩虹蛋糕也是巴黎贝田的热销品 小哥上午来到店里 竟然只剩最后一块了 颜值真的很高 外表简约内心丰富 说的就是它了 外面是渐变色的奶油颜色 里面是六层彩虹色蛋糕 关键是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水果味 去做的时候应该很麻烦很费时间吧 这么一想竟然忽略了它的口感 因为外表比起来 口感确实也就一般 果然视觉和味觉不可兼得 咖喱可乐饼 3.19美元 吃了这么多甜的 小哥也来尝尝咸口的蛋糕 这款可乐饼 面包炸得香脆香脆的 里面的咖喱酱香浓够味 馅料能够吃出有土豆 胡萝卜和洋葱 要是能热乎乎的时候吃 绝对上瘾了 烟熏热狗面包 2.99美元 这款烟熏热狗面包 里面的香肠是亮点 有烟熏的味道 口感也很筋道 多汁 不是那种加了很多淀粉 过于厚重的感觉 香肠里面还有奶酪颗粒 爱吃肉的小伙伴 可千万别错过啦 蟹肉卷心菜沙拉三明治 4.59美元 在网上看到很多小伙伴晒这个 但是小哥找了好久才找到 原来是放在冰柜里了 外面的面包跟可乐饼有点像 中间的馅料填充很饱满 感觉蔬菜很多 也非常健康的样子 来吃一口 嗯 味道是不错的 面包的外皮非常脆 但问题是 沙拉和酱汁都有点太多了 吃了好几口都没有咬到蟹肉 停下来用叉子 仔细翻了翻好像也没找到 难道是刚才吃的太急吃过了 反正口感上是没有尝出有蟹肉的味道 香草甜奶油冷脆咖啡 4.59美元 吃到这里真的很饱了 再来说说他家的饮品吧 先尝尝这款冷脆咖啡 看上面厚厚的这一层 不是奶盖 而是实打实的甜奶油 可能是冷脆的时候 放了足够多的咖啡豆 咖啡味道很浓 略苦 喝起来更像是没放冰的冰咖啡 薰衣草抹茶法布奇诺 5.29美元 薰衣草味尝起来有点像姜味 不知道是不是小哥一个人这么感觉啊 原来还以为是会是薰衣草呈现的紫色 没想到是抹茶的绿色 抹茶味也比较浓 冰冰凉凉的 属于夏天的开心 吃着喝着 再按照惯例来总结一下 先说价格 怎么说呢 比较普通的简单的这些餐包啊 价格和其他店区别都不大 比如红薯面包 菠萝包之类的 但是有一些特色的 比如彩虹蛋糕 水果塔这些就相对偏高了 但是也没有贵上天 偶尔吃一下也是OK的 以正常人的食量 要吃饱的话 两到三个小面包 配一杯咖啡 15美元妥妥搞定 再说口味 非常适合亚洲人 不那么甜 而且有红豆 抹茶 糯米 蟹肉 这些亚洲人比较喜欢的元素 可以选择 最爱的是他们家的甜甜圈 可颂 大多都是带内馅的 吃起来不单调 至于咸口的 今天的热狗面包比较推荐 可乐饼也值得尝试 银品方面 银品的味道也同样做到不会偏甜 小哥还听说他们家有热汤 不过今天没有看到 店面的话比较干净宽敞 还有座位可以做 平时来这里吃个早餐 或者工作日快速的解决下午餐 或者你逛街累了 吃个下午茶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另外除了今天试吃的这些 还可以预定生日或者节日蛋糕 据说味道价格都不错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本期巴黎备甜面包甜点分享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还吃过哪些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 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